大家好 我是冷眼老师 欢迎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所有关于 BitB的投资区块链书都不相关的 如果你也是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比如说低低的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的勿模会定律 你越害怕事情越有发生 关注冷眼 让你不猜吧 那么本事情仅代表冷眼的个人观点 如果你观看视频 代表你赞同这个视频 好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 2021年3月19号星期五 目前是BitB价格在一个 57,967美金左右的水平 好 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行情的判断 那么昨天是走了一波的一个冲上了 一期的一个冲破的一个冲到了一个 到达了一个6万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到了6万美金左右的水平 冲上了一个6万美金的一个水平 然后出现一波一个回撤 升级出现了一波的一个盘中的一个回撤的一个情况 一波直接是达到了一个 6万多美金一个位置 5万6千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目前的话 处于一个小级别的一个震荡 震荡 那么好 那以下这个视频的话 等会又告诉大家怎么进行一个操作 以及在一个操作思路 以及今天的一个日内操作思路给到大家 那大家耐心的进行一个观看完整整个视频 不要看一点的 就去盲目的进行一个去判断 一个说辞不太好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两个小时级别 看到两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两个小时级别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话比特币是在一个 布林带一个中轨的位置进行一个震荡 看到没有 它是沿着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位置震荡 而且下方出现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两个小时级别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卖出信号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 之间的一个差异的一个操作呢 那么整体的行情目前的话 应该是处于一个 比较好判断的一个情况 它目前在这个位置震荡 政府是非常的窄 政府非常窄 寻找一个变盘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四个小时级别 四个小时级别的话 目前的话它刚刚穿过0轴之后 四个小时出现了一个快要年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还是上方还是有一个阻力的 上方在6万美金它是有个阻力的 四个小时级别的 在这个位置它是存在的一个一定的阻力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 是在一个5万6千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下方的一个强力支撑 它已经跑到一个5万4千美金了 强力支撑是在一个5万4千美金 那目前的话它的政府的话 大概有4千美金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波动的话范围不是很大 在一个百分之百分之六七左右的一个水平 百分之六七的一个波动盈利水平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的话 它处于一个不在中上方的位置运行 而上方的一个主力是在一个6万美金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是一个在一个 短线的一个支撑是在一个5万6千5百美金 强力支撑是在一个5万4千美金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这个位置走了一个 反超的一个情况 反超的一个情况 沿了一个 都是在一个 这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的一个位置 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它 永远是在一个一个震荡的服务 震荡的一个范围之内 震荡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目前整体的思路的话 思路还是保持一个观望为主 目前的话整体行情不太好 进行一个操作 不太好操作 这个位置进场的话 也是不太安全的 不进场的话 在上方的话也有一个跌幅的一个空间 所说这个位置不太好进场 我们在看这个 一天之内的线发生什么情况 一天之内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特币出现了一个 连性回调的一个 出现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这一波的话 行情化 能也认为这一波一个 下跌仍然是没有结束 下跌没有结束 又要沿着这个趋势线进行一个做的 做到那个前面高刀 高抛低吸的一个情况 沿着这个趋势线高抛低吸 现在他还有振幅 等他这个经常一个三角带的时候 经常一个良性下跌的时候 再进行一个进场的时候 然后目前的话 他这个57,800美金 处于一个中等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他处于一个变盘的一个期间 他在寻找一个多空交价的一个情况 寻找一个机会变盘 寻找一个机会变盘 那么昨天是冲到了一个6万美金 有很多的一个朋友都已经解套了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 在这个位置又进行加仓了 目前就被套住了 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引诱的一个过程 会不会是一个又多的一个情况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一波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没有试图的进行占稳这个6万美金 所以说这一波可能是一个又多 他如果没有冲破这个6万美金的话 他就是一个又多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位置没有占稳的话 那目前的话 他这个位置震荡的话 他是引诱更多的人进行进场 那么结论就是这样子 他想吸引更多的一个韭菜进场 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 Costum Base 他已经上市的话 他的市值是体现了一个1178亿美金的一个情况 这边很恐怖 就是说市值 整个数字货币领域的话 有很多的资金进行一个进场的情况 特别是欧美这一边的一个情况 有很多的一个资金 纷纷的涌入整个市场面 会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冲击 但是这一波热潮过后 都是一地鸡毛 都是一地鸡毛 所以说在这个追涨的同时 也要注意一个风险 一个风险 因为的话 他目前的话 他这个位置的话 他进入了第三波的一个组成浪 他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快速你看 他之前是拉的战线是非常长的 在这个位置 这一波拉的非常长 这波的战线拉的非常长 这波直接上来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现在这一波的话 这一波上来的话 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战线是越拉越 越拉越短 越拉越短 你看现在直接是到这个位置 越拉越短 然后出现一个回调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 三波的一个组成浪的一个同时 出现了很多的一个情况 就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一个组成浪 表现的不是很好 表现不是很好 因为在这波程当中的话 它是延续了 差不多10月 10月份开始 到达了一个 到一个1月份 整整齐续了三个月 这一段持续了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这一段的一个 涨幅持续了三个月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你看这一波一个下跌 持续 仅仅持续了 没有多天了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仅仅持续了20天 这一波20天 然后又继续的进行反抽 反抽之后 来到这个位置 从27号到这个位置 到一个2月30天 你看足足减少了 减少了一个两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这一波的话 快速的进行下跌 快速进行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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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仅仅有 这个仅仅8天的时间 所以说它的时间 越来越短 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 又来到这个 冲上这个位置 冲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看 仅仅用多 应时多少天 从这个2月28 开始到这个位置 仅仅用时 差不多 没有20天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时间 距离拉得越来越近 它的节奏就会越来越快 整个牛市 整个牛市的节奏 就越来越快 宣布告别 到这个顶部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 一天真的也涨幅 波动非常大 所以说大家要 大家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节奏 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才能够持续的进行一个盈利的情况 如果你在操作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懂的话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视频道路群 我们在社群里面 都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回答 或者是给出一个正确的指导 一个方案 来进行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 能够持续 持续 然后赚出更多的一个利润 对不对 那么 大家要注意 它的一个牛市的一个 一个主声浪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短了 第一波是三个月的时间 第二波是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波二十天不到 二十天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时间越来越短了 时间越来越短 给我们的机会也越来越短 所以说很快 比特币 很快就出现很大的一个腹部 很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在这个波动过程当中 你能够赚取这一波的利用的话 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明白吗 它非常非常短 短暂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 给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给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 所有的朋友们都应该抓住机遇 抓住机遇 因为它暴涨暴跌的机会 非常快 非常快 那目前的话它的节奏 将在加快这个牛市 所以说我们有点注意整个步伐 整个步伐 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